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一类的故事,说我的朋友某某人每天抽一包烟,每个礼拜吃肥肉,活到90岁嘛,所以不需要做这些健康的活动。 我觉得这是一种种马票心态,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健康SG所要做到的就是上医医国的宗旨。 通过各个管道,聆听了超过6000人对于健康SG的想法和建议,成就了这份白皮书。 我们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时候,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呈现了卫生部在健康SG战略上的想法和执行概念。 然后征求公众的意见,看大家有什么顾虑、疑问和建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认识了自己的盲点,而通过公众的反馈,我们能够使这个计划变得更完美、更有效、更实际。 我在这里要由衷感谢大家的意见和支持。 白皮书叙述我们要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帮人民过得更健康。 重点如下,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确保每个国人专意地看一个家庭医生或到一家诊所。 至于哪一个医生、哪一间诊所,人民是有选择的,也有换医生的伸缩性。 我也要澄清,健康SG的家庭医生不仅限于私人诊所医生,也包括综合诊疗所的医生。 所以一些年长者,如果现在固定去综合诊所看医生,可以继续做下去,不需要转换私人诊所。 第二,政府将提高预防性医疗的津贴,这包括了卫生部推荐的身体检查、接种疫苗和定期预防性医疗的看诊费用。 这些医疗服务,政府会提供全额津贴,就是你不用付钱,政府帮你付完。 第三,许多国人已经有了慢性疾病,而动用保健储蓄来支付医疗的费用。 以现在的条例,大家需要用现金来共付一部分的费用。 在健康SG的制度下,我们将取消用现金共付慢性病医疗费用的这个条例。 第四,我们将通过这个Healthy365的应用程序,扩大健康生活的奖励范围。 许多国人已经积极地参加全国建部大挑战,就是National Step Challenge这个活动。 但除了步行以外,其他活动,例如打球、跳舞、园艺、健身等等活动,都能够获到奖励。 有了数码科技,吃得健康,也有奖励。 有些人可能觉得做体检,做体检,打疫苗,固定看医生等等,都是没有必要的。 很多人都觉得这么说。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一类的故事,说我的朋友某某人每天抽一包烟,每个礼拜吃肥肉,活到90岁嘛。 所以不需要做这些健康的活动。 我觉得这是一种种马票心态,因为不健康但没有病痛的就是赢家。 而且赢家是绝对极少数的,就是那些种马票的。 我们都知道每星期买马票的人,没有种的人是大多数,种的人是少数。 大致上,生活不健康,往往都是输家。 病痛早上门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不要把健康和生命,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拿来做赌注。 之前在联合早报,我读到了唐代明医孙世苗的明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值得在国会重复。 明句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意思就是,次一等的医生只会医一个人身上的疾病。 中等的医生可以处理好一个人的整体健康。 而高明的医生可以提高一个人,一个国家的人口健康。 顺世苗还有下一句,他说,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医病之病,下医医医病之病。 这很有意思,很有道理。 健康SG所要做到的就是上医医国的宗旨。 保健不单靠药物,也靠生活习惯。 保健不单靠医院,也要靠社区。 保健不依赖医生,也吸重接种个人和家庭。 西方医学其实也有同样的概念。 把保健体制也分化为不同的体制。 西方医学有医疗体制,就是Health Care System,就是医病跟医人的体制。 也有人口保健体制,就是Population Health,就是医国的体制。 中西都有这样的概念。 健康SG是一个横跨很多年的长期策略。 这份白皮书是我们国家保健政策的重要转捩点。 对卫生部来说是一件任州道远的工作。 它的成功靠人民和国家的配合以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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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